从样式上去选择 从这个视觉冲击力上去选择 比如说视觉冲击力和视觉的这种 这种给人的刺激 像方文君和刘伟是最强烈的当时 那么那个时候呢 只有我和刘伟的那个作品是最多的 我们就是基本上完全就没有放 后来这段的这个展览里面 基本上都是我们是在比较重要的位置 所以呢就是以后的那个很长时间里面 亚洲啊或者是欧洲啊 或者是美洲啊 也包括香港啊什么 媒体宣传的都是以我们的作品为主要的这个对象的 维尼斯双连展成了一个现实 然后也同时的进入维尼斯双连展的画家呢 也成了一个神话 就是原来我们大家梦想的很多事情 怎么在一夜之间就一下就都成了 就是好像有一种好像很突然的感觉 这种快速的成功可能在很多国家都不可能的事 我在西藏费了两年 我不知道这件事 我这他那两年在做什么 要告诉是这样 我不信 绝对不信 我还说不可能 你就这么快 会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是运气的问题 就是说你自己有很好的这种运气 但是如果说 你当时就为了一张画多得一点钱 或多得一点现金的话 那么以后的这种运气呢 你就都丧失掉了 我都不可思议 比如上那个时代周刊是什么 美国的那种 就是说 有很多跟王硕 跟崔剑他们在一起 那些人已经早就是我偶像了 你就是说 你听王硕那都太名人 崔剑那都能够见到他们 能跟他们认识 就觉得很不错的一个事 很了不起 然后就是我周围的 这一个最熟悉的一个朋友 现在跟他们是一样的 要从那本杂志上来看呢 就是好像比他们还重要 它封面 而且呢 最早的这个收藏呢 开始了 这展览上面呢 就这个西南维尔市 就澳大利亚的国家美术馆 当然是 他那个买了两幅素描 然后紧跟着的这个瓦莲提诺呢 就来买两幅油画 那么其实上 从一个年轻艺术家 第一次正式的这个外作品 就卖给这个国家的美术馆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起点 就你从他身上 你接触他 你就可以感觉到 一拨人的一些共性的东西 在他身上就会出来 哎呀 我们算是同龄人吧 但是我们这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往往是一个更个人 一个更社会 这个是区别 方黎君呢 就会把自己的身影转化成一个大问题 那个时候生活都已经开始逐渐好了 就是他 比方说他可以 比较贵的价钱 可以卖画 然后呢 他也可以请朋友吃饭 很放松的请 就像他现在这种状态 这种无意间 大家碰在一起 我经常买单 单都很大 上千块钱的 那时候一般的画像 可能靠一千块钱 就要活那么好几个月了 基本上已经算过关了 就是说在中国 已经算是起得最快的艺术家了 当时的那些媒体 介绍了圆明园 那就非常非常多 重点呢 就有几十家 那些国内的媒体 各种各样的 有杂志 有报纸 只要我想可能 任何一个世纪报纸 我想可能或多或少的 都曾经有过 这个关于圆明园的这种报道 包括艺术方面的问题 包括社会方面的问题 包括政治方面的问题 陆陆续续续的 就越来越多 比如说在单位里面工作 不是特别顺心啊 或者说他又抱有这种艺术理想啊 人就都拥到这个圆明园来了 后来来的什么也有 甚至我听他们说下 我说有的都是讲 好像都可以弄一外国老婆嘛 就来了 过两天发现 哥不是那么回事 看到最后呢 就没有办法 就是正常的工作了 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采访 所以我把大门呢 反锁着 其实他在里面画画 可是全部锁上门的时候 有的时候画画画 就特别害怕 你想那贼如果来了 看着一样没人跳进来了 就发现我在里面 这个 就是 对到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想呢 就能不能找一个 相对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 在进行这种创作 那个老方是最早离开院面了 那个时候的小厨村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 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北方农村 就是真的是安静 这时候你想让人打扰都打扰不了 大部分的那种都是土墙啊 土院墙啊 然后那种灰的那种小房子 那时候我记得是那个院子 什么五千块钱 什么六千块钱就可以 要一两万的就算是一个好房子了 那段生活想起来也挺浪漫的 因为有点心情收拾自个儿的那个家了 方立军一定是他永远都会有悠患意识的一个人 他会是在一个和平年代 想着没有良的时代的一个人 按理说他商店长完了之后 就画那些颜色比较纯的那些画之后 他应该还可以延续下来是吧 回来之后他就有新想法 就开始画那个水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 我说这哥们变化太快了 也挺大事了 这么多年中国的文化界 就不断地在造这样的这一代人 这一批人 这一组人 这一群人 但是我想任何一个很严肃的艺术家 他到某一个阶段 他会往往会对自己贴在自己身上的这个小标签 是会很敏感的 当你贴上一个小标签的时候 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要开始把你给忘记的时候 就是说你这个角色 你是被别人捏着走呢 还是自己拎着自己走 这是有区别的 他拉开一个距离 然后其实就等于让他的自己的立场和他的往前的发展 都有了一个弹性的空间 或者说他以泼皮出了道 成了名 但是呢 我觉得方黎君他的可贵之处 就是说他能够不断地去寻找自己的一个各种可能性 尤其是跟他熟悉 熟悉他的作品之后 他真的不在玩世这上头用多少功夫 如果你们现在仔细来看方黎君今天的作品的话 我想所谓玩世的这个概念几乎是没有了 当代艺术家也是很多的经验是从现场中间学到的 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 你在大展上很多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只能是走得很快的速度你才能把一个展览看完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怎么样能够记住某一张画 那么像这种原来这种两米成两米尺幅的这种油画在展地里面是跳不出来的 那么跳不出来他必须把油画的尺幅走得越来越大 他视觉上才有张力才抓得住人 所以油画是越好越大 但油画大概有一股您它的运输会有问题 那么我就考虑做一些比较大尺寸的中国方式的这样的一些版画作品 那么当时我自己设计这个版画作品的时候 就是希望它的高度是两张三合板这么高 四米八八的这种高度 我估计他心里面想的是那个展厅的效果 是什么样的 那个比例关系 所以呢我就希望呢 就是根据这个我要做的这个版画作品 然后做一个这个建议间工作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